在方舟大陆的一处神秘岛屿, 水晶岛上发生了一件大事。 老龙王突然驾崩, 大皇子紧急继位, 但大皇子的继位并不能让龙族二皇子信服。 于是龙之国发生了暴乱, 二皇子和大皇子两头强大的飞龙几乎要将整个水晶岛毁灭。 不过大皇子终究是更胜一筹, 落败的二皇子逃到了一处隐蔽的角落, 并且得到了一名神秘博士的帮助, 变成了可怕的魔剑恶龙。 得到了力量的二皇子, 带着他的追随者们卷土重来, 水晶岛危在旦夕。 不过这暂时和我们可怜的浪小子没有很大的关系, 此时的浪小子还只是个普通的小龙。 嗨,小伙伴们,大家好,我是小浪。 本期变形季给大家带的生物是流浪者德雷克。 流浪者德雷克拥有野兽的身躯, 受水晶岛飞龙们的影响, 同时咱们也拥有一颗显木的龙头。 德雷克是极其容易受环境影响发生变化的, 后期我们可能会变成各种形态, 不过首要的是我需要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。 最近啊,到处都是打成一团的飞龙。 唉,现在在水晶岛生存已然成了大问题, 不过我的问题不大。 我啊,已经投靠了一个炎龙部落。 炎龙和那水晶飞龙属于两个互相厌恶的两个种族。 只要我和炎龙们一起捕猎, 就可以轻轻松松成长了。 和我一起捕猎的炎龙就是他了, 是不是有点气宇轩啊? 朗格三俩干净抓电空洞是吧, 鼓足还蹬着三门逮着柔会去呢。 听你声音这么耳熟, 就给你取名叫二愣子吧。 好了二愣子, 咱们开始捕猎吧。 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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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过一段时间的捕猎成长, 咱们终于进化到了第二阶段, 德雷克长老。 现在咱们由于长期和炎龙们待在一起, 已经变成了半炎龙的形态, 有点像拔了毛的炎龙。 不过瞅着瞅了点啊, 咱们的实力可不是小虚的, 看这, 嘿, 电来。 帅不帅, 德雷克长老二阶段之后就拥有了呼风唤雨的能力, 现在可谓是相当能打的了。 朗格咬出三门快会群落吧, 我咋感觉庆狂抬腿呢? 莫慌二愣子, 有我这一身神力在, 谁能伤得了咱俩? 不瞅了朗格, 前场赖了几只肥龙。 我去, 还真是, 这些肥龙原本都是和平生物, 现在变得如此暴力是血, 都是这两个皇子战争搞的鬼, 太可恶了。 快跑二愣子。 朗格, 我好想是抛不撩了。 二愣子, 可恶, 你们这些肥龙, 我跟你们拼了。 你还好吗? 朗格, 你赶紧会群落吧, 不要灌锅了, 晚年太危险了, 我已经不幸了。 Oh no! 气死我了, 你们这些肥龙不仁, 休怪我不义了。 德雷克, 三阶段变身。 复仇之王, 德雷克, 变身成功。 凭借着对肥龙的一帮恨意, 我成功的进化成了最终阶段, 现在的我变成了肥龙中最害怕的存在。 和这些肥龙一样, 我用一双大翅膀, 巨射一样的大头, 可以喷射出专门克制肥龙收入的毒液。 现在, 就让我来结束战争吧。 你们两个现在都给我住手。 还是不停是吧? 那我就连你们一许揍了再说。 终于结束了。 没有了这两个发动战争的飞龙, 飞龙族群一定会安定下来的。 我也算是为二人子报仇了。 好了, 各位小伙伴们, 对付本期流浪者德雷克的故事了。 那么, 大家还想看那个玩什么猛恐龙, 欢迎在频道区告诉我呀。 咱们下期再见, 拜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